习近平在2019年,如吕博冰美媒,内忧外患不断,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19年,深陷内忧外患的风暴,今年是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最重要一年。 习近平在去年3月,联任中共国家主席,并且靠着修宪废除任期限制,让他成为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中共领导人。 然而习近平在2019年,深陷内忧外患的风暴,今年是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最重要一年据CNN报道。 习近平目前面临着各式各样国内的敏感事件和挑战,因为2019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三。 零周年,残酷镇压法轮功二十周年,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六十周年这些潜伏的问题,都可能让习近平头痛不已。 在内忧之外中共还和美国进行了贸易战。 川普在2018年,针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提高关税。 虽然目前停战到3月1日,但中共在这段时间,必须对美国放软。 因为贸易战,使得中共过去几十年来,显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出现疲态。 各地的基础建设和投资,都放慢了脚步中国经济,已经步履蹒跚了。 就算习近平能够处理贸易危机川普政府和北京政府又开辟了新的战线。 包括南海争夺和中共商业间谍等等,使得经济问题,延伸到了政治和军事问题。 习近平在2019年,对这些事件的处理,将决定他在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位置。